9月14日,为期两周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落下帷幕,共有178.3万名香港市民参与检测,成功找出最少42名确诊病人。 在此过程中,近600名来自内地的核酸检测支援队队员与前方核酸检测采样人员相互配合,为完成全民检测工作尽心尽力。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广西队队长庞俊称,支援队员们都经过千挑万选,虽然平均年龄只有30来岁,但每一位都有能力。 我们是按照1比1.5的比例来推队员的,也就是我们200人的任务人数,我们是按照300人来,而且全部是从我们的知识区级的,还有14个市以上的三级的医院和执控中心里面的熟悉检测工作的骨干来挑选的。 华生实验室又给我们一些网络教材,我们每个队员又在网络上进行学习和考试。 总共有四个科目的考试,要求必须80分以上才算合格。 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后,184名来自广西的核三检测支援队队员先后启程前往香港,马步停蹄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 像我领这一队,是9月3号进来的,而这一天呢,我们的队员全部是5点半就起床,8点半上了动车,12点多一点过关。 那么3点钟入住我们的宾馆,我们进行简短的动员,然后呢做一个培训以后。 当天晚上9点钟,他们就上岗了,基本上到第二天的10点半钟,29个小时是没有核三检测的。 来自不同地区的近600名核三检测支援队队员被分成10个组,与华生实验室的人员一起进行物料运输、设计配置、拆包、取样、扩增组、数据分析、数据统筹等工作。 所有的工作流程都是我们这600多人三半岛完成的,比如说搬运那个标本箱,我们当时呢,大家拿的都是医用手套,联系那么三天下来,有些队员脱开手套,脱不下。 里面那个水泡啊,破了,破了以后就跟我们的手套粘在一起了,回去以后拿唱歌贴,把它贴了,下一个板照样上。 队员们的默默付出让旁军欣慰。另一边,香港市民们对支援队的支持和感恩也让他深深动容。 鲜花、心意卡、月饼、漫画,每天都有市民自发到支援队驻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支援队的协议。 其中,两幅书法字让旁军难以忘怀。 就是前天下午,几个广西老乡来,其中有一位刘老,96岁了,还有一位86岁,还有一位72岁。 三位老人家把他们这几天的写的一些字和做的话,一定要亲自来到这个酒店给我们。 我一下去,刘老他们刚好到了,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很感谢祖国派你们来。 你们这么用心地帮我们检测,香港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的主题战。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眼泪都吹来了。 旁军称,在他们心中,香港同胞就如同他们的家人。家人有难,协助义不容辞。 此次远港,队员们又一片热忱,换取一份真情。 这是让他们难忘的一次经历,希望能用勉力驻香港走出疫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